在國會裡頭 我個人是沒有覺得 對性別評論這個部分有任何的困擾 也許是因為我過去的一個生活的經驗 過去在醫院工作了30年 也許性別對我來講 可能是生理構造上面的一部分 對我們來講 大概就是比較不會去在意到 性別的平等這個部分 但是那個是指生理結構上 但是在一些行為跟言語上面的話 其實我國可能是亞洲 一個性別平等很前進的國家 因為我們在幾年前 有通過一個同婚的專法 在這個同婚專法 當時在立法的過程當中 也有很多的團體 也有很多的 譬如說宗教團體 或者一些支持者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 還是不一樣的一個階層的人 會有一些反對 但是畢竟大家在一個熱烈的溝通 跟一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想還是通過了亞洲的 第一步的同婚專法 所以台灣在性別的議題上面 我相信是算是很前進的 我覺得這幾年台灣的一個進步 大概比較不會有什麼樣的障礙 譬如說我講一下我在經濟委員會 我們經濟委員會我後來發現 我們前面四個到五個 都很早就去做發言登記的 前面都是女性 感覺上女性就是比男性來得認真 而且是相對的認真的問真 所以在委員會裡頭 大概也不大會有所謂的 感受到一個性別上面的 一個不平衡的對待 但是在一個行政單位 或是政府的單位裡頭 偶爾還是會聽到 有一些言語上面的一些諦諭 假設他不認同你的言論 或是他對你的一個論調 不認同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官員 還是會常常用一些 其他的方式來表現 譬如說曾經有政府官員 在他臉書上面 會去描述我是小護士 懂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已經不單單是 性別上面的一個歧視 我覺得這已經是到了 職業上面的一個歧視 當然這個算是小部分 我覺得大部分來講 大概都還算是OK的